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度再度与莱尔夫合作 推出了门市发票捐 邀请艺人Lulu担任爱新大使 与憨儿们拍摄公益广告 副市长黄珊珊也出席了记者会 与憨儿们一起制作月饼 用行动力挺 号召社会大众帮助憨儿们培育就业能力 艺人Lulu 黄璐子英与憨儿一起 在月饼上刷上金漆 副市长黄珊珊则是撒上紫色地瓜粉 为月饼装点美味色彩 育成基金会今年再度与莱尔夫合作 推出门市发票捐 并且由Lulu担任爱新大使 与憨儿们拍摄公益广告 Lulu说拍摄广告过程 让她感受到憨儿们 对工作的认真与坚持态度 但对憨儿来说 这并不容易 当他们踏出家庭 他们能够付出服务 不再只是受人照顾的角色 能够工作 智力 就是最大的价值 用爱力挺憨儿就业梦 一起支持育成基金会 憨儿就业能力培训计划 领导选择 我们好工作 其实我们这个影片 其实短短的一分半 但我们花了两天来拍的 对 然后就是 这两天跟大家相处 其实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到现场的第一秒 到离开都是 因为我们第一天呢 就是在这边拍的 所以一进来 没有入境那几位青年 其实像我们刚刚进来 是一进来在楼下 我们刚刚一记者会同时 也是会听到很大声的 你好 会感觉到 每个人都非常有活力 然后很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并且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工作充满热情的 影片当中其实也一直在这个首作月底 对 他很专业 对 你真的想做什么 我要到印度修佛法 可以帮助一些人 哇 这个很大爱 很有大爱 天呐 要去修习佛法 帮助大家 对不对 那当然也很好奇说 小鱼你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你首作月底 你做了哪些口味的月底 嗯 档黄书 绿豆扣 金蝉书 半月梅 年龙 好多哦 这么多哦 太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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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我觉得在所有青年们的身上啊 我就是反而可以找到那种很单纯的快乐 很缺热感觉 很开心可以这次跟郁城河 除了可以找到很单纯的快乐之外 当然工作的热忱也是 然后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 这种成就感 你不是向外去追求人家要对你肯定或是干嘛 你只要我学会了一个点餐的技巧 我今天可以折一个月饼的盒子 我就觉得我自己超棒 是 真的 你们都好棒 对不对 百忙中抽空前来的副市长黄珊珊 也以台北市政府大家长身份 勉励憨儿勇敢实现就业梦想 同时号召社会大众捐款力挺憨儿们就业培训计划 我刚刚看到宝贝这样跳舞真的好开心哦 其实他们真的是天使 那今天来这边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要先谢谢郁城基金会 在台北市的社府上面做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给我们的资料 其实我要特别的来向理事长致谢 我们有台北市合作的两家庇护工厂 四家生肠社区的日 小作手的日间作业设施 还有六家的生肠的机构 一家的棗疗机构 其实一直都是育成基金会来协助台北市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台北市公司部门的合作呢 目前为止有十家 也是育成基金会提供服务 我们有82家生肠设施 有十家就是育成基金会 那82家里面有一半呢 都是客市长任内新增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112年到115年 我们还会再新增34家 也就是台北市的身上设施会 服务量能会继续的扩大 因为各种不同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这个城市里面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可能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很多的协助 所以有基金会来协助我们公部门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刚刚看到 可能我们除了教他们一些技能之外 让他们能够就业之外 其实政府可能还要做一件事 我在这边跟理事长报告 我们社会局曾经想过一件事 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想 那我们老人卡不是有480点吗 那480点的时候 很多长辈说他用不完 他不坐前运 不坐公车 其实我们真的很认真的研究 是不是把这480点 因为民众 很多民众让他去买东西 可是买东西 那么多店家 我们就觉得不知道买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研究是 是不是开放480点 让他们买庇护工厂的东西 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 第二个也可以让长辈真的没有用到这个480点的时候 能够来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因为 庇护工厂它的分布在台北市没有很均匀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还正在思考将来怎么样让 这些相关的资源可以用在最需要的人 这个我们还没有成功 这在讨论中 但是希望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些庇护工厂的孩子们 让他们在他们就业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两年疫情非常的严重 一般的商店都不用说了 更何况是我们庇护工厂的相关的经营更困难 所以谢谢这次有莱尔夫的支持 我想接下来抛砖引进更多的企业 一起来协助我们的 我们的身心障碍的孩子 能够 最重要是他能够自己自主养活自己 然后就业 然后得到他最大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府跟基金会一起在继续努力的 由于身心障碍青年 就业本就不易 却可透过专业培训进入庇护工厂或在外就业 不只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也能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实现梦想 这30年我们服务的目标非常准确 就是他的IQ在70以下的 从零岁一直到中老 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 除了30%的部分 是需要完全的照顾 为饭洗澡之外呢 可能就是70的部分 他们就是要就业 我们刚刚感谢 纳尔顾的这个就业的宣导 的募款 那这70呢 就是我们家长跟我们社会 我们政府最 最了的关心 也是最烦恼的 要怎么样处理这70% 当然这个部分呢 很多种有轻度重度重度的都有 那我们的就业呢 除了皮肤工厂 自私性就业 竞争性就业 还有现在刚学校毕业 进到作业手的 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这些人 没有这些地方来收容的话 他们在家里 确实是我们家庭的一个 很大的重担 那希望说我们议程 在整个从林到中老的服务里头 能够帮助 我们每天同时帮助的家庭 有1500多位 就是我们现在提供的 每天我一直到双北 到桃园 我们服务大概范围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希望呢 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 能够知道说 这些新智障碍者 他们呢 不是社会的负担 他们其实 像刚刚他们的 他们也可以做一点事情 也可以替社会做一些事情 来回馈社会 那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经济面的成本的说法 就是说 我们的 帮助了一个新智障碍者 让他家庭 父母能够到服务社会 这也是一个新智障碍的回馈 如果说这些家庭 1000多位 我们服务的 每天的这些家庭 如果没有我们来服务的话 那么这些他们的父母 甚至于手足 确实都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服务 你知道家庭有一个身心障碍者 这个负担是 不管他多重 或是多轻都一样的 父母的心理重担是非常非常大的 议员憨儿就业梦发票捐活动 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 邀请民众一起响应 帮助推展憨儿就业能力培训 实现憨儿们的就业梦想 议员憨儿就业梦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时 闭一下就能陪伴您继续前行 这一生如今已经响彻了20周年 悠悠卡公司举办20周年庆 结合线上线下的优惠与展览 要持续给民众更便利的生活品质 1月到7月 它的累计的消费额度 然后去换算它的减碳量 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多属于 它自己的虚拟之花 悠悠卡一滴就能知道您为了地球永续 付出的减碳里程贡献 长出的花代表着属于自己的未来之物 悠悠卡发行20周年 纪念活动结合线上游戏与展览 让民众能够与这张 陪伴自己多年的卡互相了解 那今年悠悠卡20岁了 20岁它也见证整个台湾科技的近平 它最初只是搭捷运 后来就可以开始扩展到其他的交融工具 后来变小的资物 那后来在悠悠卡上面开始发展悠悠博 所以这种一卡一通一顾 整个串联起来 那么其实喔 将来会怎么发展 现在很难预料 我每次讲说 UR limited by your image 内线 就说只有你的想象会限做住你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悠悠卡 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来讲 连那个点名都可以用 因为那个点名逼一下 所以我们开会就一个QR Code的上线 大家拿手机出来开始点名 因为台北通的话它是实名字 我们都要点名方便 那台北通连结一口卡 所以入口处一个刷卡机也可以 或是屏幕上打一个QR Code也可以 所以坦白讲 将来悠悠卡会再怎么发展 现阶段我都觉得很难预设 不过几个人精神是一定在的 第一 创新 反正就是随着时代的需要 他就一直加上去 所以从最早的一个交通票站 到今天已经是小而自负的一个大公 还有点 他已经是变成台北市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每个人身上不是一张悠悠卡 大概我刚才 马农农在讲说 他离开的时候是670万张 那现在已经超过一张 这表示说我们这样算起来 每一个台湾人民身上有四张悠悠卡 这才太多了 听说他们赚那个卡的钱 比赚那个还多 不过这样啦 那既然是创新 就是一个市民 每一个市民都有 平均只要一个人有四张 那所以他普遍化 但是这个普遍化也造成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他可以用在很多人用 既然每个人都有 所以现在看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身份证 悠悠卡 驾照 健保卡 还有那个 那个数位 太多卡了 甚至 甚至有时候去 去申请台北市政府 那个图书馆的卡 所有这些全部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再一卡跟一通 连接起来 那很多资料都可以存在云端 你知道 所以 其实是这样啦 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二十年来 你知道 陪着悠悠卡成长的很多长官 还有很多企业 那这二十年来 我们终于从陪伴的客户的交通旅程 现在能开始参与客户的人生旅程 那悠悠卡二十岁的今天 除了期许自己 在一卡一付上面呢 继续成为全台湾最有特色的 五现金平台以外呢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要吸收每位客户 开启另一段 永续而且有趣的减碳旅程 台湾的碳排放呢 其中有14%来自于交通 那这个最主要当然就是私人运居 好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每一次你用悠悠卡达成大众运输 透过我们的数据应用 我们可以算出 我们的碳排放的一个解约 好 那每一次的扣款 都可以成为我们 为下一代永续的一个存款 我们会把这个功能 开放给所有卡用 还有所有悠悠夫的会员 因为过去二十年 我们已经攜手成功 减少了大概四十九座 和苗明山的碳排吸收量 那未来的二十年 那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可以为台湾的永续环境 共性更多 各位可以看到这几年来 呃 我们悠悠卡公司的所有同仁 所思考的不仅是交通票证 而是走向旅程经济 思考的不只是小额支付 走向的是如何共享共创的一个平台 员悠悠卡不再只是金融的商品 而是提供客户美好的选择 的金融服务 其中在这几年来 呃 呃 我们悠悠卡公司也从台北开始 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县市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 我们变成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数位转型的政策工具 跟重要推手 也带给民众许多创新的数位体验 2019年 我们在思考推出 悠悠傅的当口上 我们也在思考的所谓 品牌rebranding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品牌再造的工程 从使用者的使用情境 我们归结出了 加值你的美好生活的品牌态度 加值是悠悠卡的特别的一个动词 我相信在其他地方 没有加值这个字 美好生活 是我们对于悠悠卡的期待跟愿景 悠悠卡从一开始的交通票证 衍生到小的支付身份认证等功能 伴随着科技发展 一一跨域结合 加值民众的生活 我在台北市夫妇的时候 与当时的智慧卡公司 联络各界成功的发行 台湾第一张交通存除纸卡片 当时当然主要只是为了捷运 那后来呢 不管是台铁 机场捷运 还有许多县市的公司 都能使用 所以做到我们当初定这个名称的时候的含义 一卡在手 全台悠悠 很多外县市的市民都有悠悠卡 15年前 2007年 我到台南成功大学演讲的时候 我现场就做调查 问他说 手上有悠悠卡的 占了三分之一 可见这已经是全台通用了 那么悠悠卡本身也很争气 不断的求新求变 不再限于一种交通的出资卡 而且跟学生证信用卡各项服务合作 我2006年卸入的时候 悠悠卡已经发行到670万张 现在已经超过1亿张了 变成我们全台湾最大的一种西红卡 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想起来 1999年 我上任的第一年 我刚好到澳洲开会 回来经过香港 在香港去考察他们的捷运 巴达通 各位都知道 我们很羡慕 但是当我们拿到三个第一名以后 2005年 香港巴达通的朋友们 来台北考察我们的捷运 我那时候这是百感交集 这个差别很大 2008年我当选总统之后 悠悠卡公司又推出一个 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副总统 就职典礼纪念悠悠卡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国家的元首出现在悠悠卡上 而且限量贩售2008套 刚好2008年 每套700元 贩售所得140万 全部捐给红十字会 作为大陆四川汶山汶山 一天大地震之用 所以他得了140万 我一毛都没拿到 他这样用给我非常感激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两岸之间有一些友谊的互动 让人民培养一种友谊 友善的感觉 不是一天到晚骂来骂去 我们经过长时间努力 有非常多我们的同仁 我对他们非常感念 因为在悠悠卡10岁的时候 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悠悠卡 变成了小儿的现金卡 那个时候 就是不只是你在超商便利商店 或者任何地方悠悠卡 就可以使用 其实我自己前几天在中南部 我到一个庙宇去 结果庙宇的主持反而告诉我 他说好市长 你知不知道 现在要捐香荣钱 也可以有悠悠卡 我说我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跟慈慧堂 一起开始这件事情 而当时努力的 刘宜成董事长也在这里 当然 我觉得最重要 悠悠卡 在开始的时候 交通卡 一卡再送 悠悠全台 到我们变成现金卡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 传达一个进步的观念 把这个进步的观念 落实到生活里面来 同时 改变市民的生活 我们现在来看 电子支付 电子转账 已经是非常稀松 平常的事情了 可是 当时 悠悠卡可以讲 到现在为止 都是全台最大的一个电子标证 在 我2010年的时候 我记得一天 悠悠卡转账三百万笔 那时候全台的特约厂商 超过一万多家 那是2010年的时候 悠悠卡十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 它最大意义是 我们引进了电子支付的观念 而这个电子支付观念 不仅改办了 台湾甚至台北民族的消费方式 甚至 现在 也变成全台最普遍的一个付款工具 悠悠卡20年来 除了多元加值应用 也展现无限创意 各种不同面貌的卡片 也是民众爱好收藏的产品 近年悠悠卡公司 伴随着数位转型有成 未来愿景也将仇向客户的人生旅程 及检探永续努力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箭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箭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 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未来要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渔业署结合了全台20多家渔会 产销班 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提供民众中秋节的烧烤食材 与秋节礼盒的新选择 农业署署长张志胜 野汉主厨黄锦龙 利用石斑鱼 白袋鱼等海鲜 现成示范烧烤料理 推荐民众中秋烤肉 不妨选择优质的国产水产品 少游 低脂 没负担 3 2 1 请接开我们的领悟和告 我中生江流华 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为了推广国内优质的水产品 农委会渔业署特别举办 中秋海鲜饗宴推广活动 渔业署署长张志胜 特别和餐厅主厨黄锦龙 利用电烤盘来示范烧烤料理 运用台湾雕 石斑鱼 白袋鱼 竹甲鱼 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烤鱼真的很简单 记得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鱼肉不要过度的调味 第二个就是抹酱 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 这我倒不知道 抹酱只要抹一遍 因为我觉得鱼肉很容易熟 所以这个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要吃到鱼肉的鲜甜 鲜甜的味道 抹酱就不要抹太多 这个是和风烧烤酱 也是我们龙师傅特调 对 感觉我们署长就是常常有在下厨很熟练 对不对 对因为想要吃鱼肉就要自己煮 好就这样子抹一层就好了 抹一层就好了 还有第二个秘诀就是说 我们的鱼肉要多带一点蔬菜 是 然后吃鱼吃肉也会有菜咖 所以会带一点像这个红甜椒 葱段或者是金针菇等等 确实没有错 所以看它的甜椒也可以看到这些葱 葱段 洋葱等等 味道就非常的丰富 感觉很健康 而且色香味俱全 真的很棒 家里有长辈或小朋友可以吃 因为里面就是用非常多的白菜 然后还有一些焗烤酱 那最主要是用我们国产的台湾雕 雕鱼肉放在里面 其实它跟白菜口感是一样 那再来这个在家里焗烤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电烤盘下面可以焗烤 但是上面呢 你要有点焦的焦化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喷枪 稍微给它喷一下 对 让它有点焦化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这个烤箱里面去烤 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要让署长来完成的 就是把这个新鲜的巴西立末呢 可以把它均匀的 对直接撒在上面 对 对对对 我这边有一个手套 对看一下 看看我们署长 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厨 对 而且很均匀很有美感 对有红有绿 然后最主要是白菜的这个营养 跟我们这个台湾雕鱼的鱼肉 整个结合起来 对 鱼业署这几年来 跟我们相关的担任 我们把这些渔民团体 渔会甚至有渔业的农会 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在中秋节这段时间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 尤其是配合我们中秋节 美国人一般习惯就是烤肉 烤肉这样的礼盒里面 有很多鱼餐品 水餐品的组合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我们这次组合了24家的渔民团体 包括我们的鱼市场 都推出不同的组合 那整个商品将近100样 将近100样 那推出这样的组合 就主要是 水餐品真的是人类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台湾又有很多很好的水餐品 包括海洋捕捞的 包括我们养殖鱼业的 那这些水餐品 都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 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 其实对提升我们国人的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那那个鱼的很多好处 我就不用再一一重复 真的是过去中秋节烤肉 那现在烤鱼 或者是不一样的商品这样的组合 其实让大家觉得 郭忠祐也是非常的有趣 合家团圆又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我们在这些水餐品里面 当然也有考虑到说 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那个 我怎么样能够去烤的很好吃 然后让这个水餐品 能够体现出它本身很好的营养 还有很好的风味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 我们那个台菜王子 我们讲龙师傅 龙师傅 那我们合作过很多次了 那我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都学到几样的技术 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用得上 那就觉得 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买鱼是很复杂的事 也不要再觉得说 要判断那个鱼 新鲜魚火是很复杂的事 那有时候买到说 是不是买贵了 那我们这一次 这些渔民团体所提出 所提供出来的组合里面 其实里面有不同的组合 那鱼的新鲜度绝对没有问题 那个从养殖池 或者是从捕捞开始 我们对鲜度就有做相关的管控 那我们这几年来也提供了很多 我们这渔民团体去新设一些加工厂 或者是我们冷链设施 就是希望这个保鲜的部分能做好 那现在再加上 现在宅配的技术都非常的进步 所以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不但是说 这个鲜度没有问题 而且营养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 渔民团体非常的贴心 这些水产品在产地 三去三清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到你手上的时候 只要花很少的时间 马上这些产品就能够来烹调 就能够来烤 就能够来煮 所以马上就能够来食用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推的 很方便可以买得到 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得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 煮鱼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金融区一会推出一个中秋礼盒 送我们自用两项鱼的 我们里面有我们国产的 两条石斑鱼 还有两条五仔鱼 两片台湾鱼 更加上我们现在当地盛产的小茧 送一包小茧 当地盛产这个时候最夯的小茧 买一盒里盒 送小茧 宅配到家一千两百块钱 其实像国产的一个钓鱼片呢 它没有刺 所以它很适合跟一些像白菜啊 来做一个焗烤的模式 那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类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小番茄 然后带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啊等等 然后用焗烤的模式呢 不仅那个家里的长辈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刺 可以安心的使用 今年在这个朱家鱼来做一个烧烤的部分呢 可以把朱家鱼它的这个 呃 内部可以搭配一些食蔬 例如洋葱啊 或者是葱段 或者是炒过的杏鲍菇 那再来在烧烤的时候呢 可以在单面做一个烤肉酱的一个涂抹 然后保持鱼肉该有的一个鲜味 那最重要呢 可以用现在时令的这个中秋的柚子 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 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 撒在这个烤烤的竹脚鱼上面 可以更增添许多的果香哦 这次的推广活动结合20多家渔会 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鱼院署指出 民众只要透过鱼业加年华买鱼去平台 动动手指 各类烧烤的食材与中秋礼盒 都可以直接宅配道府 平台也正式导入了台湾配 并推出满额折底等多项好康优惠 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 来跟大家分享 那为了给消费者 能够有一个很方便多元的支付的方式 那土地银行和鱼业署合作 那我们推动了在go fish 买鱼去官网 能够用台湾配来做一个线上支付 那这个支付能够 而且从8月22号 就要即将上线了 那为了配合庆祝 这个go fish 官网上面 台湾配的一个上限 那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go fish 买鱼去 用台湾配满千 折两百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土地银行主办 那当然还有财经 还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过来做一个协办 那总回馈金额有到五十五万 刚刚土银的两千里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一次也引入台湾配 台湾配 那从下礼拜开始 只要买一千块 就会送两百块 但是这个有限量的 好像是有限量的 所以手指要快 手指要快 要赶快从我们网站上来买 那第二个当然 配合我们农委会 现在推出来的 中秋节吃文担吃石斑 所以我们配合农油券 只要消费满六百块 我们就有每张两百块的农油券 那这个有三十万份 那消费者 如果买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来抽 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更大的优惠 就是我们鼓励很多公司 行号团体 你能够来买 如果买一千份的礼盒 还会再加上一百份 那当然最重要的 很多消费者说 我只买一份怎么办 买一份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里面 就是免宅配费用 就是免宅配送到家 那这个就是配合 这一次整体的活动 能够提供最新鲜 最好吃 然后最健康的水产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 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 鱼业署推荐经济实惠 又营养满分的 国产水产品 是今年中秋烧烤 与送礼的最佳选择 欢迎民众多多采购 以行动来支持台湾鱼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被誉为有线电视台 最高桂冠的金市奖 去年因为疫情 改成献胜直播 今年重回实体典礼 一共多达52家业者参赛 中佳宽平港都庆联 在激烈的竞争中 荣获最大奖 年度系统要进奖 以及创新服务奖 地方文史节目奖 成绩相当亮眼 请为我们揭晓 青年有线电视公司 恭喜青年有线电视公司 中佳集团108年 由中佳宽平港都 获得金市奖中 有线电视兵家必争 也是最高肯定的年度系统 月进奖之后 今年再次由中佳宽平 青年拿下金市奖的最高荣誉 我们希望能够方便 所有人的生活连结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 HomePlus 4K的Setup Box 连结有线电视 宽平 让所有的客户 不管是看有线电视 看OTT 看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科技 今年共计有52家有线电视业者 报名参赛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可见竞争之激烈 中佳不单独下了年度系统 月进奖的桂冠 也在创新服务奖 获得评审们的一致肯定 创新服务奖得奖的 恭喜港督有线线 恭喜 恭喜 我当然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入围了很多奖项 但是最后拿到 这两个奖项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创新奖 一个是耀劲奖 那创新奖就是说 我们虽然这个产业 已经有那么多年了 但是我们要 时时想到怎么样创新 尤其是现在的数位时代 创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是一个我们持续要努力的方向 公用频道金银奖 入围的有 吉隆有线电视 家和有线电视 社区服务奖 北建有线电视 新市坡有线电视 第二十二届金市奖 一共包含十五个奖项 由评审选出的六十八件 入围作品中 中佳集团就获得多达十五项的提名 占了将近四分之一 这名中佳在全方位的付出努力 都得到了评审的认同 地方文史类节目 一百种不老生活 也在众多的优质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所以一百种不老生活这个节目 我们邀请高雄各领域的长辈们 来说自己的故事 然后带着镜头 重返他们当年的生活场域 去做记录 我们希望能够营造高雄的过往风华 透过惊喜对比 让更多人可以深入的认识 这块土地 听一下高雄人的声音 每一年的金市奖 都是检视有线电视 一整年的成绩单 不论是节目类别 还是系统类别 中佳集团都用心对待 要带给收视户最贴心的服务和品质 记得正方配 萧宇轩台北报道 南港区公所新任区长蔡明如正式走马上任 任职不达典礼中 包括了民政局局长 楠世聪 各区区长及市议员 以及在地南港区的多位里长 都到场管理祝福 新任蔡区长说 将善用南港东区门户的地理位置 结合在地人文与产业 带动南港的各项发展 无事已制成 克遵国家法令 南港区公所举行新任区长任职不达典礼 在市政府民政局局长蓝世聪的尖交下 代理区长李林鸿 将应信交接给新任区长蔡明如 过程圆满顺利 各区区长与市议员及南港区的多位里长 也都到场管理祝福 今天是八八节 所以先祝福大家八八节 这个父亲节快乐 在座辛苦了 所有的父亲 那这个我们也 谢谢我们蔡明如区长 挑在这一天 这是她人生生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个她永远会记得 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当区长 所以回去要谢谢父亲 今天这个区长布达是我任内 大概最后一次的区长布达 所以 后久点案队 这个蔡明如区长 其实我要谢谢她 因为我 我当局长以后 她就在区长室 一直陪伴我 所以大概 帮我处理很多列管的事件 事情 还有公文处理 还有跨局处的处理 所以大家想像得到 局长该做的事情 她都做 所以其实她也是 类局长 类市的类 类局长 不是类史局长的类 在她身上我轻松多了 所以我们在座很多里长都很担心 我们下一个区长一直打听是谁 是不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跟王先里区长一样好的区长 是不是 我说一定会一定会 一定找一个 比王区长更温柔的区长过来 听说现在王区长回家照顾妈妈照顾老婆 所以我应该说 妈妈 大嫂 你们辛苦了 我也借这个机会 我们勉励我们蔡米罗区长 南港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区 是所有想要当区长的人 梦寐以求的区 因为这个一个正在发展的区域 我们印象南港就是一个工业区 那现在我看她慢慢朝着香港的路在走 所以未来就跟香港一样 大楼林立 是一个商业区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要转型 那其实南港也是一个里长最温暖的区 所以我觉得南港的里长 可能受到我们南港区的影响 我们以前都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临情味 所以南港的里长都很有人情味 所以我觉得到这边来当区长 我觉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这些很多很多的家人 对不对 我大家拍摸一下好吗 对我们这些 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掌声鼓励 我也拜托大家 就未来把我们的新的蔡明如区长 把他当成一家人 好好照顾他 那也勉励我们区长 这个对我们家人 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我们服务 服务要好 照顾要好 那我们希望未来大家能够高高兴近的一起工作 很欢迎蔡局长到我们南港来 我们南港 如果你像先里局长这样做久人的话 我们南港的人口可能会暴增一倍以上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也蛮累的一种工作 但是我们都 刚才那个局长说我们都和爱可亲 和爱可亲很好 到底呢 我们一起来共同为南港来打拼 在这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蔡局长 这个我们蔡局长 学士能力相当有经验 这个从市政府的地震处一路基层走上来 从也在建设局当科研在副政 副政事务所也担任过 所以在八九位的七长申请人员里面当选 那我想绝对有他过人之赐 在这边我们七长 因为我们里长也会全力来配合七公所 未来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为南港区来造福 非常谢谢大家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拥有地震专业背景 历任多个单位行政资历丰富 未来将善用南港东区门户的地理位置 结合在地人文与产业 带动南港区的各项发展 各位大家好 今天刚上任非常开心 如果问对南港区有什么 因为其实台北市政府 当然我觉得区公所等于相当于 在地方的小市府 所以有跟民众有关的东西 都已经在区公所是窗口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最基础业务一定是为民服务 一定要持续做好 这是最基础业务 然后市府在这边呢 推行东区门户计划 其实把南港整个的气氛啊 状态都翻转过来 我觉得未来当然就是一定积极配合 继续推广这个东区门户 还有我希望说 因为现在越来越繁荣了 那看能不能够结合公司力呢 将我们地方产业啊 像是茶叶或是我们一些人文 能够包装去利用各种 像未来的明年的灯节 然后我们有结合北流 能够让大家更知道 我们南港地方的进步繁荣 那也希望各位乡亲的能够多多协助 多多指教 其实我是中心地震业监部毕业 那我们那时候业大 你要中心的风气 就是台北法商嘛 学长进来都会鼓励我们考公务员 那我大概大三就考上书记 就一路慢慢爬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考上高考 很幸运啦 然后工作运我觉得真的不错 就是朋友跟贵人都很多 然后毕业后高考以后 那大概就是有参加过北二高征收 那时候二高刚开始 那有需要缺人嘛 高考过然后我们就去做个征收 那当然啦 就是后来考量全国性的共同 所以要全部四处跑嘛 那照顾家庭 那有小孩就 又有机缘就回到市政府 那那时候刚好 采购法刚开始 缺采购人员 我想缺人 那我就回来试试看 所以我才到动物园去做采购 那因为这样到建设局 然后有机会再到民政局 大概是这样 后来有很幸运参加花博的专案 然后才会认识一些长官 那就提拔我到 先到市长是当 也是当基要秘书 行政秘书 就是做公文这些考核 然后才又再继续回民政局 在各界的祝福与期许下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将带领区公所团队 共同努力打拼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运用东区门户的各项资源 来带动南港发展 记者陈淳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市新义区永春里 规划了一场谢谢父亲母亲的感恩乐活动 只要是涉及永春里 每户就可以领宣导品一份 前100名参加者 还可以加码领到卫生纸一寸 现在吸引了众多李明来排队 长长的人龙超过了100公尺 现成的气氛温馨热闹 新义区永春里 这场父亲母亲我爱您的感恩乐活动 参加的李明相当踊跃 活动还没开始 就吸引李明沿着骑楼排队 长长的人龙超过了100公尺 在永春里里长许慧兰的用心规划下 只要是涉及永春里 每户可领宣导品一份 前100名参加者 还可以加码领到卫生纸一串 藉此感恩辛苦付出的父母亲们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我们李上五月的时候 母亲节感恩活动月 就延后办理 然后特别选在8月7号 这一天办个父亲母亲我爱您的 父母亲节感恩月活动 然后李办呢 特别精心挑选了 那个葵花油跟海盐 然后还有我们很实用的 卫生纸送给大家 我们都体会的出来 当爸妈的 爱小孩子的那份心 所以呢 我就特别举办了这个 父亲母亲我爱你的感恩月活动 然后当然也是祝福 爸爸妈妈父母亲节快乐 对就是鼓励大家能够 互相的聊聊天 互相的问好 然后也可以互相的见面 真的是研究了很久啦 因为要办活动 然后也考虑到李明在太阳底下 尤其是这种天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就借了这个奇楼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现场的店家 他们的支持 当初跟他们商量的时候 他们全力的支持李办的活动 真的很感恩 谢谢 加油 加油 太瘦了 太瘦了 太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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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谢谢 母亲节快乐 好 谢谢 洪志祺跟你拜託 你好 你跟我说今天就 加油 对啊 今天保来应该副秀 好 谢谢 你好 王鸿威 谢谢 谢谢 王鸿威 谢谢 王鸿威 谢谢 谢谢 而适逢年底选举 各党派的市议员参选人与团队 也把握机会与民众互动 有搭配感恩乐活动赠送百米 还有各式选举小物出动 包括使用的口罩 面纸和扇子 让活动的气氛温馨又热闹 事实上呢很多你们因为都闷坏了 所以现在只要有活动 大家很多你们都会参加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 李友里的建设基金 那因为这一年当中 其实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些活动没有举办 所以建设基金还是累积了一些 所以呢 这次就会趁这个父亲节活动 多买一些物资送给民众 因为其实物资是最实在的 也是最实惠的 所以也因为是物资的关系 所以民众就排队排得很长 那这个时候也刚好是我们可以出来 好好拜票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其实 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还是同心心 协力把疫情照顾好 然后让我们赶快恢复正常 因为好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送 这个口罩给民众 然后因为我的口罩上面 印了我的logo 但是我的logo很小 看起来很像是 就是一个爱心口罩 然后很多民众看到 就说好可爱喔 非常可爱 所以呢 他们特别跟我 要了很多口罩去发 那因为我这个是双缸印的 又有些口罩 它其实只是一般的口罩 并没有到防护的措施 我这个是双缸印的医疗口罩 所以民众会更爱 所以这个非常踊跃 也非常抢手 其实现在因为疫情 比较没有那么紧绷 那代表说很多人都愿意想要出来 那借由父亲节的活动 里长办的活动 那当然所有的候选人 都会拿着竞选文宣来 每一个一个来拜托 那当然也希望 年底跟里长一起联任 人与人之间 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嘛 那人与人之间 只要遇上了 感觉上互动不错 他就有可能把票投给你 所以我很谢谢说 里长愿意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跟选民之间有互动 那借由互动 让我有机会 可以争取选民的这张选票 我们永村里的许慧兰里长 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活动 也借由这样的机会 发放一些物资 给我们里内的好朋友们 同时我们包括区公所健康中心 很多的同仁也都来协助 也帮一些长者做一些 简单的见检的相关的服务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也希望能够 在这样一个中原普渡的过程当中 提供大家不同的选项 也让我们更多的里民 互相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联谊 跟交友的活动 其实我们里长办活动非常用心 大家看得到沿着棋楼 我们已经超过一百公尺的长龙了 还好这边有棋楼可以遮阴 所以不用直接晒到太阳 所以大家里民参与的非常踊跃 所以其实只要里长用心 在办活动里民都感受得到 也都愿意来积极的参与 很多议员也送来白米 然后口罩 然后很多扇子 然后使这个活动很圆满热闹 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也感谢辛苦的志工 然后也感谢所有绿林的贵宾 更感谢您的采访 谢谢 这场感恩乐活动 在永春里里长与团队的用心 规划下 让里民们快乐的度过了假日时光 许慧兰里长也祝福辛苦的父亲 母亲们 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为了要避免长者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钟家宽平常德到台北市中山区 龙州里举办媒体试读的课程 透过贴近生活的案例 可以传授长者辨别假讯息的技巧 透过简单明聊的动画短片 并且距离生活中常见的假讯息 像是长者们最关心的养生保健 以及各种金融诈骗 贴近生活的案例 提醒长者面对可疑讯息 切记小心求证 同时千万不要随意转发 钟家宽平常德有线电视 前进社区推广媒体试读 这回来到台北市中山区龙州里 传授辨别假讯息的技巧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比如说现在LINE的 尤其现在大家都用LINE 手机LINE的假讯息非常多 比如说他会传一个简讯说 你点结有大赠送 什么可以有优待 买一送一送 这是其中之一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 有电话假电话说 我是某某银行的服务员 你有需要什么借款贷款 怎么样我们这有优待 或是说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认识的亲人 他临时需要用钱 然后他就跟你说 我是某某人的 比如说我们陈里长 陈医长的助理 他刚好现在需要 有需要用钱或怎么样 那就是大家能够帮忙一下 那大家想说对里长的信任 所以大家就毫无疑问 也不经过确认 没有打电话问一下里长 大家就把钱汇给他对方了 都有还有什么股市诈骗 比如说我帮你名牌 然后你就听了 对对我最近亏很多 那好我试看看怎么样 这个就类似诸如此类的很多 所以都需要查证 不要说轻易的就是 点选王子啊 或是相信 相信别人这些 都是要经过查证的 就是说我们 因为年纪都太很大了 所以说要注意说 一些来路不明的消息 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有消息的来源 都一定要查证 是否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才去传给人家 不是真的话 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课程中还透过有奖贞答互动 加深长者 对分辨求证假讯息的重要性 被称为长寿社区的龙州里 里内光是70岁以上的长者 就有700多位 如何避免长者成为 假讯息的受害者 就更显重要 龙州里新南化的这个社区 长者很多 刚刚我提过就是 70岁以上的就有700多位 那很多是跟外老住 有的是毒疾 那我是希望他们能走出室外 动动脑 动动手脚 比较不容易失智 也不容易去老化 所以我们才用这个 有关于这个 长照的关怀祭典 很谢谢蒋婉安委员跟 叶林船副议长他们 经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才有这个场所 慢慢的在这个 开始经营这个 有关老人家 如果去照顾他们 我希望呢 慢慢把它扩张大 现在地方太小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来 慢慢把它扩张大 很好啊 因为这个可以 向你们办这个课程 那老人家 才知道比较不容易受骗 你在家有接到他 你家电话就会被骗 也有可能 所以出来宣导一下 尤其对老人家 是有好处的 资讯爆炸时代 不分男女老少 都可能成为 假讯息的受害者 中家宽评 善尽媒体责任 深入社区 杂根媒体试读教育 要让每一位民众 都能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媒体试读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全台最大的物流园区 将在8月19到20日 在新北市永连物流开发 台北园区 举办联合征裁活动 包括了永连物流开发 全联实业 及台湾迪卡农等 总共8家优质的厂商 要进行征裁 提供了172个职缺 起薪最高6万元 基隆就业中心 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 载运求职的基隆民众 前往园区 基隆就业中心 江河全台最大物流园区 永连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合作 将在8月19号 以及20号 连续两天 下午1点半到5点半 在新北市瑞芳区 丰子赖路 一项一号的 永连物流开发台北园区 举办联合征裁活动 包括永连物流开发 特洁物流 艾力运能 台湾迪卡农 全台物流 全勤物流 DHL 台湾敦豪供应链 全联实业 以及美商 雅诗兰黛等总共8家优质厂商 提供172个职缺 其中包括 起薪最高6万元的 仓储物流经理职缺 这一次基隆就业中心 跟我们的永连物流开发公司 联合办理了 这一场的一个联合征裁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总共我们邀集了 有8家的厂商 那这个厂商里面呢 提供了172个职缺 那这职缺里面呢 有包括很多的一个中高阶的 中高阶的一个职位 那当中有包括一些物流啦 仓储啦 行政 那甚至是设备的维修 还有一些运输等等 那这些的种类呢 非常多元化 也希望说提供我们一些 求职民众的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职缺集会 那希望在在业中 或是希望转业的 这些求职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为了方便基隆市民前往求职 基隆就业中心也将提供免费接驳车 载运基隆求职民众前往圆区 呼吁有兴趣的民众 在8月18号前 报名接驳车的服务 也欢迎自行前往参加 我们是在8月19 跟8月20的下午1点半到5点半 总共有4个场次 那也希望说 我们想要求职的朋友呢 利用这个时间 在我们星期四 也就是8月18的时候呢 提前先来做报名的动作 那这报名的动作 除了我们在海报上面的QR Code以外呢 在我们台湾就业通上面 也有相关的网址可以做连结 那如果说真的找不到 没关系 欢迎打电话到我们 基隆就业中心24225263 请我们的工作同仁来做协助 那当天呢 我们这一次的联合征材活动 我们有接驳车 那这接驳车的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的 基隆就业中心 中正路102号 来提供来回的一个接驳 基隆就业中心指出 这次开出的职缺 还包括有仓储管理 行政客服运输服务和设备 违运各方面需求人才 例如贴标和组装人员 堆高机操作人力 仓储物流人力 运务士以及行政专员 和自动化设备工程师等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